老板 啊 怀表咋卖的 啊 耳朵不太好使 就表咋卖的 啊 表 你看看 你给我打开我看看 想要看看 我不能看着给 自己看看 不能占你便宜 我要给的话给的低 我这好多 不能占你便宜 好多了 这600行不行 800 我看你这一点都不糊涂啊 别800了700吧 啊 700行吗 拿去吧 好嘞 我说实话这欧米加怀表真不贵 我这东西不贵 我再看看别的啊 香酥啥的 都不贵 给你现金呢 找我微信拿 兄弟们今天很幸运啊 买了块欧米加怀表 老规矩 回家给大家展示 今天呢 有幸买到了 产于上个世纪 20年代左右 的一块 欧米加老怀表 按咱们的纪念法来说 就是民国早期的东西 咱们看表盘 品项非常好 上次买那个 欧米加怀表啊 表盘有裂痕 这块没有 咱们打开后盖 可以看到 后盖呢 有一处浮雕 这个浮雕是六枚金币样式的图案 这代表了当时 欧米加参加了六大世界级的手表展会 都获得了金奖 怀表后面呢 是一个浮雕的花卉图案 图案中间呢 有一排英文字 估计就是这个怀表原主人的名字 表呢 主要看机型 这块怀表搭载了一块 欧米加原装的机型 欧米加怀表啊 是假货的重灾区 像这种玻璃球样式的怀表 地摊特别多 大部分是房片 大家一定提高警惕